我们现在学习导数的定义 导数就是derivative 那derivative它首先来源于两个实际的问题 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切线的斜律 就是snope of tangent line 首先我们说tangent line是什么东西 我们知道圆的tangent line 圆的tangent line是我们一条直线跟圆直交易一点 但对这个曲线或者函数来说 它就不能这么用了 因为你一条直线可以跟函数的曲线可以交易很多点 那么对这个曲线的tangent line 我们怎么定义 我们定义它是limit line of second line 好那我们看来又是这个line又是那个line 那么什么是second line second line 那我们当我们知道这一点是px0 p点叫x0y0 那second line我们就是这个在附近找一个 找附近这个曲线上 它附近找一个点 然后连接这两点这个线我们叫做second line 这是second line 如果我们把这个附近这个点叫做q 我们是x加上deltax和y加上deltay 那我们当这个q不断这个点 q这个点我们趋近于p点的时候 这个second line pq 他就就是我们的tangent的line 他的极限位置就是我们tangent的line pq这条line 我们连接起来的 那我们看一下q不断的靠近 不断的靠近这个p点 好 那么我们最后的最后当q差不多就是p的时候 那我们得到这个line就是我们的tangent的line 那我们怎么样去算去找这个tangent line的function 那我们知道直线有一个叫做点斜式function 就是point slope 一个point slope form of line 就是y-y0等于mx-x0 这个m是slope m是slope 那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点了 因为我们是知道过p这个点的tangent line 所以p点就是我们的point 但是问题是跟snope怎么找 snope我们知道 那我们首先说割线的snope 割线的snope就是fx加上x0加上deltax减去fx0 这个就实际上这个就是delta y嘛 那么除以delta x 这是x的变化 y的变化 y的变化除以x的变化 这个我们就知道是直线的snope 就是delta y除以delta x 当q趋近p的时候 它就等价于什么呢 相当于等价于delta x趋近0 delta x趋近0 那我们这个second line的slope 就是我们tangent line的slope 所以这个snope tangent line的slope就是limit delta x tends to 0 然后是fx0加上delta x 减去fx0除以delta x 当然也是可以写成delta x趋近0 这是delta y除以delta x 所以这个是我们tangent line的slope 这是我们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是第二个实际的问题 叫做 instantaneous velocity 叫顺时速度 我们知道这个 如果说这个 我们这个position function 你的position 或者是你的路程function 它是变的 在直线上是变的 它随时都会变化 那么我们在 我们问在t0处的速度是多少 用在t0 我们知道速度等于 等于路程处于时间嘛 所以我们首先我们看平均速度 就是average velocity 平均速度我们知道是 在假设这次t0加设delta t 因为在这一点的速度我们是不知道的 但是我们可以在它附近 我们把时间过去一点点 然后减去 我们就是路程过去一点点 你走过去一点点 然后在在这一点处的路程 过了一点时间你走过去一点嘛 然后处理这个 这个时间长度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平均速度嘛 那么当我们把这个时间段 找的非常短的时间段来考虑 那这个时间段越短 那是不是越来越接近在t0处的顺势速度 所以说在t0处的顺势速度 就是delta t去进0 当delta t就是时间段去的 取得接近0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就是在这一点处的这个速度 当然说这个也可以写成 这是delta t去进0 是路程的变化出于时间的变化 那我们看 这两个问题都最后都归结 归结于同一个数学式子 就是函数的增量出于自变量的增量 然后去极限 那我们把它这样的一个表达式 我们叫做导数叫做derivative 我们要说函数在这一点处的derivative 它的定义 就是limit delta x去进0 或者a 或者有些地方是写成h去进去 这都是一样的 a加上delta x 减去fa 除以delta x 或者有些 或者是写成h去进去a 这是fx 减去fa 除以x-a 你把delta x写成h 令delta x等于x-a 就可以得到是同样的表达式 这是我们在这一点处的导数 我们说导函数 如果一个函数 如果fx 这个是我们导数的定义 我们还要多说两句话 这是我们导数的定义 当然说在这导数的定义里面 我们首先我们其实隐含了几个条件 首先函数在fa是要有定义 在它附近也要有定义 在它附近也要有定义 这个derivative 如果说这个极限存在 我们就是它的可导的 我们就说fx 我们说可导或者可v 如果不存在 如果不存在 我们就说它不可为了 这是我们得到的第一个定义 好 当然这个定义 有时候也写成dydx在x等于a处 那如果说 如果这个函数在每一点处都可导 那我们是不是随着这个变化 随着这个x0的变化 或者a的变化 我们实际上是得到一个函数 在每一个点 那么我们就这个 这个我们就可以看成一个函数 它就是一个函数 那我们就叫做它的导函数 当然说这个一般的导数 我们可以把前面的a换成x就是了 这是定义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一个立体 y等于x平方 and 或者直接写fx吧 写fx吧 f在二处的derivit o 和f在任何处的derivit o 那我们在二处的derivit o 它是limit delta x 我们说delta x去进行 或者有些写成h去进行 那就是f2加上delta x-f2除以delta x 那么 那么f2加上delta x 按f2加上delta x就是2加上delta x的平方 f2是2的平方是4除以delta x 我们把分子展开 我们把分子展开 就变成4加上2加上4倍的delta x 再加上delta x的平方 再减4除以delta x 那我们4和4就约掉了 就是剩下4delta x加上delta x的平方 除以delta x 约掉一个delta x 就变成4加上delta x 然后delta x去进行0 所以这个是等于4 它在二处的derivit 等于4 那么对一般的x来说 它等于多少呢 我们可以写成这是fx加上delta x 减去fx 然后除以delta x 那么delta x去进行0 那f是x平方 所以是x加上delta x平方 减上x平方 除以delta x 这是delta x去进行0 分子展开就是x平方 加上2x delta x加上delta x的平方 再减去x平方 除以delta x delta x delta x去进行0 分子变成rx delta x 再加上delta x的平方 再除以delta x 所以是 约掉一个delta x 就变成rx 就变成rx 加上delta x 所以结果是等于rx 这是我们用定义来求的 求出它的derivit 那我们可以再看一个 我不看了 这个我们有后面讲 我们还没有特别的讲 嗯 嗯 那我们现在得到的是derivit的定义 然后我们有一个 在derivit的定义里面 我们隐含了这样的一个东西 fx is differentiable at x等于a 它的必要条件 这是necessary condition 是fx is continuous 那么在这一点是可微的话 它一定是可连 一定是连续的才行 它的proof 我这稍微讲一下 因为我们 在这一点出的derivit 是limitdelta x去进行0 这是fa加上delta x 减去fa 一定等于0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分子 因为这个分子 要分母是去进行0的时候 分母去进行0 如果分子的极限不是为0的话 那它们的Limited一定是无穷大 或者要不就是不存在 因为分母趋近于0 分子如果不趋近于0的话 那么这一定不存在 这个是我们可导和连续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定理 我们可以求一些东西 例如说fx它是等于x平方 当x小于等于1 这是ax加上b 这是x大于1 我们要找到ab 使得fx is differentiable at x equal 1 那我们说这种题它的solution是 我们用这里有两个代定的常数 所以需要有两个function 那么differentiable就得到了一个条件 那么隐含的一个条件就是它是continuous的 它一定是continuous才行 所以我们的结果是我们首先说是 第一个我们说是fx是continuous 它一定要首先是要continuous at x等于1 那么continuous的话 那我们知道是左极限等于右极限等于函数值 因为它是piecewise function piecewise function一定要求左右极限 那么左极限是等于1 而右极限 这是ax加b 当x趋近1的时候 所以是等于a加上b 所以我们得到 a加上b等于1 那么第二个 我们说fx是differentiable at x等于1 那么又是piecewise function piecewise function 而我们的derivative是用limit来定义的 所以我们也要求左右的极限 那我们当delta x趋近0的左边 就是f在1处的 我们是这样定义 同样的定义 那么这里我们没有特别的提出来 那么这个叫左导数 就是delta x从趋近0的左边 那么f1加上delta x 减去f1除以delta x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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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ta x 就是小于1 所以我们要用的是 小于1的表达式 所以是1加上delta x 的平方减去f1 它等于的部分 我们看到 它的等于的部分 是定义在x平方上的 所以是1 所以是1加上2被delta x 加上delta x平方 再减1再除以delta x 所以这个是等于2 而它的诱导数 诱导数 是delta x 趋近0的右边 那我们 delta x 趋近0的右边 所以1加上delta x 是大于1的 大于1 我们是ax加b 所以是ab的1加上delta x 再加上b 再减去1 然后是delta x 趋近0的右边 然后 然后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a加上a delta x 再加上b 再减1 除以delta x 那我们刚才看到a加b 等于1 a加b等于1 所以我们 这里有a加b 减1 所以就这三个加起来 正好等于0 所以这变成a delta x 除以delta x 所以这个等于a 那我们左倒数 等于1 这两个倒数 要相等 左倒数要等于右倒数 所以我们得到a等于2 a等于2的话 那么b就等于-1 这是我们利用 倒数跟连续之间的 关系 去求 位置常数 那我们最后 我们就讲切线的方程 我们在某一点处 那就是y-y0等于f在a处的导数 在x-x0 这是点写式方程 或者我们把它写成 这是y-fa等于f在a处的导数 在x-x0 我们可以看这样的一个立体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算过了的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算过了的 我们知道f在a处的导数是等于4 所以 它的equation authentic line 是y-f2 等于f在2处的derivative乘上x-2 所以结果是y-4等于4x-2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挪过去 把-4挪到右边去 所以y-4x-4 好 这是我们的equation of tangent line 你只要把这一点的derivative算出来 然后你把它带到这个点写式方程就可以了 当然我们最后再讲一点它的 这个notation 因为derivative它有很多种写法 fx的derivative 有时候我们写成是dy over dx 然后它的定义是 deriv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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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fx加上derivative derivative 减去fx 除以derivative derivative 那么f在x0处的导数 我们有时候写成dydx 在x等于x0处 以后我们讲到一些formula的时候 我们知道在1处的导数 我们可以先求出它一般的导函数 然后把x0的值带进去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还是写的定义 这是fx0加上derivative 减去fx0 除以derivative 当然我们刚才也讲过了 我们也可以去极限x区间x0 然后fx-fx0 除以x-x0 这是业记号的问题 导数的部分 derivative的部分 我们就讲到这 它的定义我们就讲到这